哈囉 9月15號 我來更新一下我們店裡面的白金蝴蝶 這邊的大概都是 3A的短身 然後這一缸是 3A的V級的 我們特價賣1800 短尾這隻是小白金啦 這個尾巴不會長 這個是短身的 然後其他這一些就是3A的 然後這邊是V級的 就是他可能有一點點小瑕疵 就像剛剛有像這個 就是2A的嘛 2A到3A 3A比較多 那像這個就是貝奇 摺的比較厲害 那 那 有的是貝奇摺的比較厲害 但這些都純種的齁 那還有一個就是有一些的 就是他的尾柒 尾柄 尾柄會有沒有就會往上翹 略微往上翹 好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歸類成一種 短身的其實就是一種畸形魚啦 但是就是 但是畸形就是 變種魚 然後不要太畸形 好啊像這個 尾柄往上翹 你看到 它的油脂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 漂亮 像這個是貝奇摺的比較厲害 所以這邊1800的我們不宅配 你要的話來店自己挑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怕 它 我都跟你講它 它就是V級了 那有時候 客人又挑回去又說啊 覺得哪裡不好哪裡不好 你如果要挑的話 就挑這裡的齁 這裡是3800的 它就比較 像這個 尾柄就會比較直 尾柄那一條 它就會比較直 它不會像這邊的 有的 就是它的往上翹翹的比較厲害 尾柄往上翹的魚 有時候到 養到很大隻有一些 可能就會 油脂就沒有那麼好 啊有一些是比較長生 所以這邊是3A1800 算很特價 兩隻3600現在 中年慶期間買3000送 如果你買三隻5400 就可以折掉500 你要再選超過100 反正5400就變500 3000送200 啊這裡是3800的 純種魚就是看它的胸襲很大 就會很漂亮 這裡是3800的 然後這裡是更大尺寸一點的 這裡是5800的 然後這裡5800的 就不會有翹尾巴的 因為它 這兩個是不同的漁場 血統不一樣 5800的這一批 是在跟泰國近的 然後這個是 就是台灣產的 其實它的魚 樣子也會不太一樣 台灣產的這一批它的頭型比較長 它的頭會稍微比較尖 我們是區別的出來啦 就跟你講 它的頭型就會比較尖 然後 泰國的這個頭 就比較短一點 這個是5800的 尺寸也比較大 你看這個魚 它的尾頂就是直的 它就不會往上下 這是很漂亮的魚 然後這邊是更大的大魚 這個就是 一萬多的 一萬八的 原寶身型的 所以這邊有 大魚 一萬八的 然後這個就比較小 這個是五千八的等級 那如果你要 你可以跟我們講 你要一隻兩隻 我們會幫你挑起來 另外 另外弄一個魚缸 就是單拍影片給你看 那這個是三千八的 那這邊的身型有時候 就會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今天會幫你挑 尾柄 就是 是直的魚 那一千八的 這個就不宅配 但是歡迎你來店自己挑 這個是 九月份的 蝴蝶禮更新 然後 對 裡面有一些小的黑龍蠣 有一隻很大的黑龍蠣 然後裡面這一缸 裡面有一些小的黑龍蠣 那這些黑龍蠣 都是挑選過的 就是尾形都比較漂亮一點 那個黑龍蠣 然後這邊有那個 日本合金 一隻六百塊的 這一缸打的是藍燈 所以看起來魚沒有很紅 那這個合金可以跟蝴蝶禮一起養 配個顏色 好 它養起來身型比較寬 比較像 我們這邊就有一缸大魚 可是我現在沒開燈 好啦看一下 這個是少數可以跟蝴蝶禮一起養的 金魚 這個是金魚 但是它是雞拉田的金魚 這缸是大尺寸的 這個 這個大尺寸的一隻三千八 這魚可能有二十公分了 齁 然後外面的那個小魚一隻六百 齁 齁 啊 短身短尾的那個叫小白金兩大 就像這一隻一樣 就是短尾短身的金魚 齁 但是它是蝴蝶禮在繁組變白的 就變短的 變短尾的 齁 短尾短身的 好 拜拜 這個是九月份更新的 我們店裡面的蝴蝶禮 好